比如說你們是我的相關有配搶嗎? 有啊 真意 那個 我是華麗 嗨 我是沛瑤 嗨 我是沛芷 我是魏如芸 我要開演唱會了 上一段 上一段 來讓魏魏如芸 哈哈哈哈 好聽喔 上 是可以唱多長的嗎? 愛情要欣賞愛心 喔 唱會要給我們滿滿的橋了吧 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藝術就好嗎? Bridge Bridge 很多歌舞歌的Bridge嗎? 而且還有粉絲說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趟裡面全部都說 Bridge 哈哈哈哈 就是不要主歌跟副歌只要配搶啊 Bridge 不尊重主歌跟副歌耶 比如說你們是我的相關有配搶嗎? 有啊 哼 神秘 那個 那歌 我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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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首歌的Bridge 欸很難欸 其實很難欸 我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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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一個Bridge的補曲欸 我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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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要比賽的 你想說這個怎麼會這麼有趣 我沒有 人家都吃完飯 吃完飯 我又離開 都沒有聊天 不是 因為我覺得我會不會 你從DK然後直接去比賽 會不會大家對我有什麼誤會 可是你這樣做的視頻就會讓人家誤會 更誤會 我只玩了嗎 你彩排完就走 我就是來當冠軍的 我沒有要跟你們玩 可是人會以為你很瘦很難接近 但是他這個傻妹 你說我是傻欸 我還以為他一直都傻欸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他在比賽之前他都不講話 就是他一定要保養他的喉嚨 然後我們就跟他講話 你要吃飯嗎 你要喝飲料嗎 你要喝飲料嗎 就是都這樣欸 你要跟他比手語是不是 他都會去看他的筆記文 然後不講話 可是他真的是要保護他的喉嚨 但是比完賽我們才知道這件事情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一起發頭集的時候他好像變了一個人